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 1月31号的早上我们在这里向您问好 我是豆柔 好了那么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当中呢 首先呢跟大家汇报一下 会带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闻 我们先看看我的耳机不太好使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们跟大家说说1月31号的 很快1月份的即将要过去了 首先在纽3方面呢 今天会带给大家的包括了 我们的总理就Sinder Erden 宣称呢2019年是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嗯是的 另外那么在野党的党魁西安蒙 Bridges 在昨天也在这个基督城发表了国情咨文 打出了一个税务优惠的牌 嗯还有呢就是誓死捍卫10万套 Sinder Erden确实放弃了KWB的中期目标 好另外我们说到资本利得税啊 那么在昨天呢时事评论员也认为 在纽西兰建议资本利得税的征收 无疑是一种政治自杀的行为 是那么再有呢我们看看呢 政府呢将会推动部门资料分享的机制 来应对家暴事件 同时资料显示啊海外的驾驶人士 并未对纽西兰的道路安全带来额外的风险 嗯那么澳克兰滨海体育馆的建造集团呢 是再次的出这个绝招哦 要试图来说服奥克兰市议会 是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部分 国际部分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会说到 中美官员在白宫展开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嗯那么另外呢我们看看 美国的情报总监就指出呢 中俄谋求加强全球的影响力来削弱美国 是那在委内瑞拉方面呢 马杜罗表示愿意在国际调停之下 与反对派来进行会谈 还有呢最后呢就是美国的北极极地 斡旋影响啊 美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呢 有可能呢见到这个零下的 零下的52度啊 那么好了一连串纽约及国际方面的新闻呢 都会在接着下来的两个小时 28分钟左右呢一一的带给大家 不过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的 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了 那么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啊 奥克兰的十天的天气情况呢 是这样的 那么今明两天呢 大致上的都还算是天晴 气温最高呢今天是27度最低18度 明天呢最高温26度最低18度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 星期六以及星期天 这个周末呢 偶尔会有阵雨的奥克兰方面 那么星期六的气温呢 最高25度最低17 那么到了星期天呢 最高温是26度最低17度 目前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下个星期一二三这三天呢 大致上还算是天晴的 星期二星期三呢 尤其这两天的天气性将会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最高温都是在26度 那么最低温是在介乎17到18度之间 那么到了星期四呢 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25度最低17度 那么目前所知道的就是下个星期五将会是一个雨天 好有点期待了突然之间 那么下个星期五呢将会是下雨的 气温最高25度最低16度 那么到了星期六呢 也会是一个阴雨的 那么一个天气最高温25最低16 OK好 那么至少呢在未来的几天呢 我们看看农历新年的是2月5号 对不对 下个星期二 初一大年初一 初一跟初二呢 这两天的都是艳阳高照 好天气啊 好天气 OK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奥克兰的阳光紫外线指数 在这里告诉大家 如果是在无云的状态之下呢 在下午的一点半左右呢 会达到了最高值 来到了差不多接近12.2左右 非常的高 那么另外呢 如果是有云的话呢 在下午的两点钟呢 也可以达到最高值呢 差不多接近11的啊 所以说还是得非常的关注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 因为准备的新闻还算是蛮多的 希望在这个两个多小时的节目里面呢 尽量把这个纽线及国际方面的新闻带给大家 今天早上第一则呢 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 是我们的总理 是的 我们在这个看见之后 终于看到了这个大量的政治新闻出来了啊 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啊 那个总理杰森大登召集所有这个工党的 所有党团的这个同志一起在惠林顿附近的 Martin Bern这个地方举行了一个年度的会议 那么主要他们开了一天的会 就是为来年也就是2019年的整个来做计划和准备的 是那我们来看看呢 就基本上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新大登呢 就打了很多的这个鸡血啊 就啊 当然也有媒体在现场采访了啊 当然是在媒体 这是一个一个工党的工党的retreat啊 那么什么叫做retreat呢 严格来说呢 就是一个比较非正式的一个私人的那么一个聚会 在这个Martin Borough这个地区啊 所以说他大家都是便服出席的啊 有些比方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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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我看到有些部部长级的人物呢 是穿着人字托啊出席的 所以说非非常的非正式的啊 休闲的那种聚会啊 就是说大家准备要开工之前嘛 大家来聚一聚啊 来说说我们今年呢要做一些什么 那么总理叫塞尔登就基本上说2018年去年 那是一个联合政府啊打下基础的那一年啊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个工党之外还要跟这个纽约三优先党来进行合作啊 那么这个这个联盟的那么一个组织呢 要把它把这个基础呢 把它的关系打好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绿党方面啊 当然要给予这个政府联合政府的这个信心与支持 那么这2018年呢是打基础的 那么2019年呢 哎是要拿出实际行动了 兑现承诺了啊 那么这他他他说说他说 今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年 嗯 那么另外呢 他也说到呢 他说呢 哎我们在过去2018年啊 不是有成立了很多什么 检讨小组啊 工作小组啊 专家小组啊 做了很多份报告吗 那么这些报告 这些检讨等等呢 现在呢都要去付诸于行动了 是的 那么多的报告和那么多的评估呢 现在就是需要采取行动了 他特别说到像是这个税收方面的工作小组 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 还有心理健康的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马上就要把它在2019年极其关键的兑现的一年了 是 那么他同时呢 也跟他的这个同僚们分享 就是说他近期不是到这个欧洲吗 也出席了这个达沃斯论坛 他说呢 哎出乎他的意料 原来呢在国际方面呢 他所得到的信息是 国际社会呢 还是蛮关注纽西兰政府的这个施政的方针的 尤其是一些新的一些施政的理念 他说呢 他没有想到 有那么多人呢 其实还算是蛮关注纽西兰的 是但他也说了 外界是怎么报道 怎么宣传怎么说的 其实对于我们本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能够给人民提供什么 为新西兰的公众服务什么 他能认识到这一点 是 他说呢 纽西兰的民众其实并不是十分的关注 外面的人怎么想 更加关注是他们所看到的 他们所接触到的 所以说呢 Jacinda Ardenio提醒他的同僚 It only matters what we deliver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是如何来兑现我们的承诺 如何能够造福老百姓的生活 那么在这个新闻当中呢 其实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可是他这个新闻里面呢 有一个媒体呢 有一个关注点 那么我是听回来的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在这一个工党 我们说说是工党的那么一个 非正式型的一个私人的那么一个聚会 其中有一位出席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他是谁呢 国会议长Trevor Miller OK 国会议长 国会议长是干嘛的 在国会进行辩论的时候 他要时刻的保持一个中立 让大家遵守秩序的 可是他却出席了 而且是非常变装的 穿着那个夏威夷的那些衣服 那些花花绿绿的 太平岛 然后出席了这一个工党的那么一个聚会 这有传递什么信息吗 当然媒体呢 你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在作为一个国会议长 应该避嫌呢 虽然Trevor Miller曾经是工党的 他本身就是工党的 可是他毕竟他的职位 是应该是一个 至少是给予大众的那么一个形象 就是应该他在国会里面 他就好像好比一个法官 在那边很公正的主持 这个国会里面的 所以他是第121号 那个独立的那一号对吗 他不是一个国会议员 严格来说 但他的排名很高啊 他还是工党的 可是他毕竟他的职位是一个国会议长 那么一个议长呢 是应该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偏帮 可是呢他却出席了工党的一个 也算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非正式的一个聚会 因此呢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一些揣测 揣测而已了 OK好 就那么这些新闻跟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这个兑现诺言 兑现承诺 那到底是不是所许下的承诺 都完全能够兑现呢 还是当中如果遇到麻烦的时候 还是有必要要做出一些更改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则的新闻 当然有些目标达成不了 我们就要这个重新来校对一下 然后开始新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知道政府的这个KVBuild的计划呢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啊 这个实现是很难的 至少初期的就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在这个新闻当中也说到了 KVBuild的这个中期目标呢 也要被取消了 正如总理和Phil Teiffer所说到的 这个计划目前进入到了一个 重新校准的过程当中 因为遇到了一些阻碍 所以住房部长也承认 第一年年底之前要说的这个1000套 现在呢只是一个300套的一个结果了 是 严格来说 在过去一直以来 我们不断的听到 政府呢对于KVBuild的这个期望 是什么呢 第一年在2019年的这个7月份的时候 有一千套 一千套啊能够让这些被抽中的这些幸运儿 First Home Buyer能够搬进去 这是一个短期的那么一个目标 那么接着下来呢 明年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 五千套 那么最终呢是希望十年能够达到十万套 那么第三年呢是一万套 可是在昨天 Jacinda Erden对外宣布 连同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护部长 Fu Teiffer对外宣布 这个中期目标 达不到啊 所以说呢达不到不是往下调 而是简直就把这个中期目标呢 给移除掉 不过对外仍然是坚持 他们非常有信心 十年十万套 嗯也就是说长远目标是一样的 但是短期目标 我们先把它取消掉了 所以说没有所谓的 2019年7月份的一千套 也没有所谓的明年的五千套 以及后年的一万套了 总之你甭管我是怎么怎么做 十年我能够达到十万套就好了 这就是Jacinda Erden 以及Fu Teiffer告诉大家的 OK 这这个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很多 那么当然这包括了 就是说在速度方面 是远远的追不上 而且呢是差的还算是蛮远的 原本预计的这个一千套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 就是那么三百套 是那另外我们的住房部长也表示说 在未来的几周时间里 他会向内阁去提交一份 这个报告 那这个当中呢 就是他会对KVBuild的这个项目 进行一些重新的校准 这些数据呢会被公开的分享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给开发商 提供一揽子更多的援助 然后激励他们在未来的几年里 更大的范围的 更大能力的去建设住宅 这些都是说了一些话 来作为一个下台阶吧 交代交代 就是说呢 我们不是说不做 我们还是努力的 在不断的这个推动 而且呢 重新的调整这个计划 而且呢 也为是告诉大家 公之于众 告诉大家呢 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KVBuild的这个计划 将会如何的推行 等等等等等等 好 那么在跟大家分享 接着下来的商家好介绍之前呢 安德鲁我自己本身呢 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很简单 中期目标怎么会是不重要呢 怎么会是不重要呢 中期目标不是就应该给涉及 这个KVBuild的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指标吗 而且是一个告诉民众们进展的一个进度吗 对 你突然之间说 我们依旧相信 我们依旧相信 十年是可以出炉十万套 在这个十年当中 也就告诉大家 你们别追问我们了 你别追问我们到底建造了多少套 总之呢 你甭管 十年到期之前 我有十万套交给你就好了 这个跟我其实挺像的 我原来放假的时候 每次我妈问我 我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吗 我都说你不要管我有没有写 反正我到那一天 我交作业就行了 对啊 是不是这种心态 可是你不是说 我十年后交作业就行了吗 这个十年期 大家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2008年当时候的工党海伦克拉克 给予大家的一些承诺 大家还记得吗 十年之后有谁记得 有谁在那边追 而且十年 十年 你别说十年了 就是说七八年后的时候 还是不是工党执政还不知道 到时候有些什么样的变数不知道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 要将这个中期的目标给移除 你可以调整 可是难道老百姓不愿意知道 政府在这个KiwiBuild的这个进展 进度是如何吗 有没有达标 有没有谁 必须为不达标 而负上这个责任呢 因为实现不了 如果再给自己定目标的话 就是又是打脸的行为 那我不如先不说了 有目标毕竟是比没有目标来得好 不是吗 我这方面我倒不明白了 OK 这就我自己本身呢 看完这一则新闻的一点点的想法 跟大家来分享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5分 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 那么回来之后呢 还有两则呢 也是跟KiwiBuild有关的新闻 好 一会见 一中教育以人为本 定制化教育 专业造就卓越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7点49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在我爱纽西安安德鲁以及豆融呢 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纽西安方面的新闻 那么昨天晚上 相当晚的时候呢 有朋友呢 就是发了短信 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区的这个Botany Road 以及Tiraco Drive 所发生的这一种严重交通意外事故呢 有些什么样的更新 那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说 昨天呢 确实是看到一则新闻呢 是来自于Stuff啊 是说到了这一名很不幸的在意外之中上升的这一名驾驶人士呢 他是一名亚裔人士 而且呢是50岁 嗯 最初我们听到的这个报道呢 是看起来这个死者呢是年轻人 其实确实是 根据新闻的报道是50岁的 也是中年人了啊 也不算老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到了警方呢 现在正在敦促呼吁 在事件发生之前 以及整个经过呢 如果有一些经过的车辆 是在这一个车内是装有这个汽车记录仪的话呢 是可能呢 你会记录到了一些呢 警方所需要的一些资料 那么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联系警方 对 那么至于 当然一个很大的问号 现在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就是说呢 那辆造势的车辆 那么车主呢 现在还在这个Middlemore Hospital 在进行这个救治 那么造势的车辆当时候呢 是以Full Speed 全速 全速的这个力量呢 是撞击了这个排在红绿灯的第三辆车 那么导致呢车内这个司机呢 就是在现场死亡呢 而且呢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有可能呢还是因为受到这个车内的一些重物的这个撞击啊 那么现在目前所知道的就是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当然呢警方还在这个调查之中 估计呢还要等待这个造势司机呢 就是身体呢能够恢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呢 才能够得到更进一步的一个资料啊 这安德鲁最感到疑惑的为什么啊 就是说会以那么高的速度来撞击 而且已经有三个车排在这个红绿灯口了还这样 那么当然呢朋友圈之中呢 也有很多人做出一些不同的揣测 不过呢既然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警方透露的一些信息呢 我们就不便的在这方面多做揣测了 是而且现在赶上这个开学季 然后又是天然比较热的情况下 还是提醒大家驾驶的时候 一定要耐心不要太着急了 是好 好那么接着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因为刚才跟大家说的有关啊 这个Jesina Erden表示说2019年要兑现承诺 可是之后呢另外一则新闻是说到了啊 把这个Keyway Bill的 这个Keyway Bill呢是政府呢是花了纳税人20亿啊 投入在这个Keyway Bill 现在呢甚至要把这个中期的这个目标呢给取消 只是坚持相信说10年能够出炉10万套 好那么在之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一则消息 就是Keyway Bill的这个前首席行政的Steven Barclay 突然之间宣布辞职了 那么在昨天呢看到更进一步的一些报道 Keyway Bill之所以没有办法 迟迟没有办法呢就是达标 跟这个Keyway Bill的这个单位啊 这个部门里面的这个运作是不是有一些非常直接的关系呢 估计大家也应该可以理解啊不能不能够说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跟领导人也有关系呢 那么肯定也跟应该跟领导人是有关系的 Steven Barclay现在有新闻透露呢 他是那他之所以在10月底11月份的时候呢 离开他的工作岗位呢是因为他遭到了比他更高层的人 suspend暂时停职 是 那么这个更高层的人是谁呢 Keyway Bill呢在去年年底之前呢突然之间被政府呢 重新来做出一个调整 将Keyway Bill这个部门呢归纳到这个城市发展部门 城市发展部门呢也有一个首席行政 严格来说他的职位呢是比这个Keyway Bill的Steven Barclay来得更大 他的名字叫做Andrew Cripps 好了那么Andrew Cripps呢现在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似乎跟这个Steven Barclay两个人呢不合 是 那么当然外界也有一些报道呢就是说Steven Barclay的做事呢 这个态度呢是比较的激进 所以说Steven Barclay他一直是认为 其实Keyway Bill呢是能够达标的 他的数量是能够达标的 为什么最后政府对外宣布只是能够完成在第一年三百套呢 他感到相当的意外 而且现在根据新闻的报道 Steven Barclay正在采取法律的行动 要状告这个他的过去的那个上司 Andrew Cripps 就是说呢在整个让他离开的这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呢是有背后是有经过这个精心策划的 是有点被迫去选择辞职的这样的做法 那其实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另外房地产业内人士 有一部分人对他的工作还是蛮认可的 甚至说到他是很难以被取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说啊据这个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这个开发商来介绍说 说自从这个Steven Barclay在去年11月休假以后呢 他们就发现KVBuild的那个进展速度周期明显转慢了 本来说呢大概是一个项目要三到四个月的 这个三到四周的时间来结束 但往往在这个段时间里可能需要三到四个月 也就是说慢了慢了很多倍吧 所以说他的这个搁置好像是在一个最糟糕的时机 然后使得整个计划都减慢了速度 就是说呢原本呢当然要发展一个KVBuild Project 这背后有很多的这些文件那文书方面的一些处理啊 包括申请什么资源管理法啊这个Building Consent等等 原本呢在这个Steven Barclay在任职的时候 三到四个星期他离开了之后就变成三到四个月了 那么当然呢这是根据一些发展商 他们感觉速度突然之间呢是大大的放缓了 而且他们认为呢Steven Barclay呢 他很难呢这个政府呢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 因为Steven Barclay他本身呢是非常具有 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一个 在他成为这个CEO之前呢是在这个私人的这个行业 建筑行业里面呢是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不过现在外界有说到呢 Steven Barclay这个人呢可能呢就是不懂得官场的规矩 说他在这个私人的地方工作过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部门的局限性了解的还是不够多 严格来说呢就是他跟官场的那种作风呢 可能有那个所谓的格格不入的那么一个情况 而且是一直是秉承着以一个私人公司 私人企业的这个作风呢来希望能够达标 所以说呢现在外界的一些行内人士呢 其实对Steven Barclay本身呢 诶这评价还算是蛮高的 应该说对他的工作能力还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有房地产协会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他也说Ashley Church他也说到 说预计政府未来不是还是缺一个CEO吗 但是他说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在这个私营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之间 都有足够经验 然后能够继任KVBuild的这样一个带头人的工作 是Steven Barclay这件事情还没完 还会有一些后续的报道 尤其是他现在要采取这个法律的这个途径 来状告这个他的之前的这个上司 Andrew Chris 我们要看看这些后续的发展 那么在我们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呢 那么好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房屋部长Fill Twyfer 就表示说KVBuild的计划呢 要重新来调整一下 那么调整也要听听这个业界的一些意见 那么这一则新闻是说到了 业界确实是已经是开始给这个 有反馈了 这个Fill Twyfer一些意见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这里奥克兰呢有一个物业发展商 他手头上呢 现在有一份的这个KVBuild的project 他的名字呢叫做Shane Bridley 他的公司呢叫做NZ Living 那么他提出来 他说如果KVBuild呢 这个房屋的建造的这个速度呢 真的是要加快的话 至少在三个方面必须要做出调整的 是那他说的是第一个方面呢 首先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合同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更简单化 然后更加的标准化 他说这样子呢 才能对他们来说节省成本和节省整个时间的流程 这也就是说呢 当然呢这些发展商跟这个KVBuild或者是房屋署啊 所定立的这个合同方面呢 应该更加的简单直接明了节省时间啊 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金钱 那么第二点的是什么呢 第二点呢就是有关的申请这个建筑许可或者是资源许可方面 对他说到这两个许可方面的审核时间是太长了 他说这个工作呢 要不然就是地方议会像奥克兰市议会去来负责任解决 需要他们采取行动 要不然呢就是中央政府要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反正这个事情不提前的话 不加快的话是没办法完成的 那么第三点呢估计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些KVBuild房子的买家 他认为呢这些买家呢 等待的时期实在是太长了 而且呢就还得拿一个号码来轮后来抽签等等 这些呢都是对于那些五到六十万的这些首次置业者来说呢 并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政策 当然他本人也说到在未来呢 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和KVBuild来进行合作 但是最好呢还是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然后让KVBuild的哪怕不叫KVBuild这个名字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对了 是 好了那么业界呢也提供了一些意见 那么希望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住房部长Fu2F能够听听 啊业界的一些意见吧 那么希望呢最终呢是能够加快这个KVBuild的建设 要不然的话真的要民主们好好的去等待十年 才看到十万套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等待的时期呢确实是过长了啊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纳税人的钱呢 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之下 就是任由政府呢就是慢慢的去起这个KVBuild 时间来到早上差不多接近八点钟的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中旅的旅游信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特价奥克兰直飞北京 往返纽币八百包税起 飞往中国其他城市往返纽币六百包税起 特价截止日期就是今天了 1月31号 详情请致电中旅的免费电话 0800-287-888 另外喜阳阳假期春节期间 南岛新增多个出发的日期 旺季位置有限预报从速 喜阳阳假期真正是每周七天天天出发 另外还有中旅假期精心打造的四月假期 日本十一天的樱花季亲子之旅 和牛和豚美食起响 迪士尼乐高环球影城亲子通游 临仓京都动漫追忆 银作预电厂潮流购物 2019年4月14号 亲情出发 价格是纽币4688元 每人请 详情请洽中旅的免费电话 0800-287-888 各位好 欢迎您关注这一刻的新闻 今天是2019年1月31号星期四农历蜡月26 奥克兰今天情见多云18度到27度 今天的日出时间清晨6点35分 日落时间傍晚8点33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 今天下午5点02 以及明天凌晨的5点45分 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国内部分的新闻 刚刚从欧洲出访归来的总理 Jesanne Arden 昨天上午在惠林顿附近的度假村 召集工党的国会党团所有成员 举行了2019年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 总理在会上提出了工党2019年的工作重点 就是达成目标 在昨天的讲话中 他提出了今年的几个工作重心 气候变化 住房问题 精神健康 以及税务小组提出的税务改革建议 如果税务工作小组最终提出的 在新西兰征收资本利得税 联合政府将面临一场激烈的论证 论战不仅局限在外部 联合政府成员之一的优先党 在历史上就对资本利得税 持有相当保留的态度 不过总理此前承诺过 不会在第一个任期内推行资本利得税 而是会把这一政策留到下次大选 让选民们投票来做出决定 新西兰航空昨天上午9点 在旗下的特价机票网站 Grabberseat推出了500张一纽币的 国内航线特价机票 结果在32分钟之内被一抢而空 因为顺时的流量太大 Grabberseat网站还一度当机 为了给大家第二次的机会 他们在下午2点 推出了第二波一纽币的特价票 特价机票覆盖到新西兰南北岛12个目的地 结果和上午9点的情况非常类似 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 这些机票被一抢而空 除了一纽币的国内航线机票之外 Grabberseat还推出了很多 国际航线的优惠票价 比较吸引人的有 99纽币单程 从奥克兰到太平洋岛国 新卡里多尼亚首都努美阿 200纽币单程机票 从奥克兰到旧金山和休斯顿 还有99张649纽币到上海的往返机票 以上新闻是由豆融为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KVB 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汇率 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6154 卖出价4.7468 纽币对港元买入价0.9453 卖出价0.9546 纽币对港元买入价5.3746 卖出价5.4261 美元对人民币买入价6.8612 卖出价7.0000 置业换汇跨境结算 首选KVB昆仑国际 中文直线093598985 请咨询中语各门店或拨打免费电话 N800287888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一个8点11分 有关纽缘的这个总是呢 待会再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国际方面 因为刚刚在差不多在10分钟左右呢 就是美联储呢就发表这个议息 议息呢基本上呢 美联储表示说不急着 不急着加息 be patient will be patient with rates high 所以说呢 也导致呢在外汇市场上 以及在股市方面呢出现一些 相当明显的变动 在这里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呢 欧洲的股市 欧洲的股市呢目前不受影响 是为什么呢 已经是收市了嘛 我们来看看三大指数呢 欧洲股市呢 德国DAX指数低收 收市报11181.66点 下跌了37.17点 那么跌幅是0.33%的 这个英国富市指数呢 是上涨 而且涨幅呢非常的明显 达到了超过了1.5%的涨幅 那么收市报6941.63点 上升了107.70点 升幅是达到了1.58% 法国CAC40指数 收市报这个4974.76点 上升了46.58点 那么升幅呢是达到了 0.95%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 就是美国 美国的股市呢 在这个联储局呢 宣布议息结果之后呢 那么道琼斯标准普尔 以及纳斯达克呢 都分别呢上涨 而且涨幅呢相当的明显 道琼斯工业指数 现报24995.64点 上升了415.68点 升幅是达到了1.69% 标准普尔500指数 现报2677.89点 上升了37.89点 升幅呢是达到了1.44%的 而纳斯达克方面呢 现报7161.39点 上升了133.10点 那么升幅是达到了1.9%的 估计呢这个升幅呢 还在继续当中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 在外汇市场上 那大家看到呢 现在这个如果你是通过视频的话呢 看到的是30分钟的计时交易图 那么看到了吗 那么在刚刚的过去 从8点钟开始呢 从原本的0.6832呢 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不加息的原因呢 而导致呢 这个纽元对美元呢 是大幅度的上涨 现在呢是来到了0.6885啊 就是上跳了差不多50点的 那么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看看呢 就是美元对日元呢 是出现了下滑 那么美元对日元呢 是在109.256 黄金的价格呢 也是上涨呢 现报1316.89美元 一盎司 而油价方面呢 基本上啊 没什么太大的变动 一点点的上涨 现报54.685美元一桶的啊 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啊 这个纽元对美元的 这个走势 那么现在看到呢 还在一直呢 不断的往上攀升 至于纽西兰的这个 N-Select 50指数呢 昨天收市报 8925.52点是下跌的 跌幅呢 是达到了0.9% 下跌了80.86点啊 好了 以上这些呢 就是最及时的一些财经方面的信息 那么在稍后时间呢 安德鲁呢 在9点钟过后呢 还会特别的关注一下纽元对美元的一些外汇的走势啊 看看今天呢 会不会受到更大的一些刺激 让这个纽元上涨的 那么在跟大家汇报其他的国际新闻之前呢 这里还是有商交好介绍带给大家的 我们来看看 首先就是李氏兄弟地毯地板 是品牌维生命树华裔之荣耀 为了庆祝李氏兄弟地毯地板在纽西兰最大品牌地毯 对奥克兰几百家的销售商排名之中呢 荣获前三桂冠 那么李氏兄弟地毯地板呢 是2019年呢 是推出了最新的地毯地板销售 以及安装的特价优惠的活动 那么欢迎大家前往选购 李氏出品 必是精品 那么他们的电话是2738899 2738899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爱自由了 特价的机票 热门的景点 超低的折扣 就找爱自由吧 专业的旅行顾问定制南北岛深度油 斐济海岛油 奥克兰周边一日油等等的精品行程 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新西兰爱自由 电话是096006101 096006101 好 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他的国际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则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官员在白宫呢 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为期两天 那么目的是寻求化解贸易的争端 中方的代表团呢 是由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来率领的 与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首的美方官员呢 在白宫的爱生豪威尔行政大楼呢 是举行了高级别的磋商 那么外界就认为呢 中美双方的未必可以在这一轮的谈判 来达成具体的解决办法 那么最乐观的估计呢 双方同意继续的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将会在当地的星期四与刘鹤来进行会面 中美元首呢 上个月初在阿根廷会面 同意呢 贸易战呢 是休战三个月的 那么目前距离休战期结束呢 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司法部 对于华为的起诉 司法部起诉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 副董事长孟晚舟 以及华为的两间子公司 其中华为及其一间子公司 涉嫌从美国的电讯商T-Mobile 窃取了商业机密的案件 西雅图访院已经排好当期 在下个月的28号要提堂 美国司法部表示 华为将会派代表来出庭 那至于是由纽约法院处理 涉及到华为和孟晚舟等人 涉嫌欺诈的案件 目前还没有定出具体的提堂时间 美国也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孟晚舟 她星期二到温哥华的 卑斯省最高法院出席了聆讯 向法院申请更改保释的条件 好 下一则新闻呢 也是跟这个孟晚舟有关系的 那么加拿大的卑斯省呢 卑斯省呢 最高法院呢 是处理华为集团副董事长 孟晚舟更改保释条件的聆讯 同意更改其中的一名担保人 以及将案件押后 由于加拿大是接获了美国所提出的引渡要求 法官将案件呢 是押后到3月6号 等待确认加拿大当局是否展开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那么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 被问到如何来回应美国以及中国的要求时 他重申 加拿大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会继续的履行国际义务同相关的条约 而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却发表了声明 强烈的不满 以及坚决反对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华为 副董事长孟晚舟的 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的情报机构啊 最近提交了一个全球威胁评估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当中显示说 朝鲜并不如华盛顿方面的期望 完全去放弃了核武的库存 以及核武的生产技术 其中说到朝鲜一方面实行局部的无核化 以获取美方和国际社会制裁上的让步 但另一方面呢又继续认为 拥有核武对于巩固朝鲜的政权十分重要 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韩太松早前表示 如果美国以值得信赖的措施和实际行动 回应朝鲜推动非核化的努力 那么朝美关系就会取得一个快速的进展 而且将会持续致力于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 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 美国情报总监科兹在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公听会 递交了一份全球威胁评估的报告 提到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断的加强 美方认为中俄正在谋求加强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也争取成为全球的超级强国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报告之中又提到 北京将会持续的透过施压 以及提供诱因来企图迫使台湾接受一个中国框架 并且最终由中国来控制 又认为中国将会继续增加在南海的海上活动 提高对该区域的控制权 失落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是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移到英国 英国下议院表决了七项和脱欧有关的修正案 由自身的保守党员提出 寻求以替代方案取缔北爱尔兰和爱尔兰边界问题的 后备方案的修正案 最后是以317票对301票通过 下议院也以318票对310票通过 排除了英国的五血液脱欧 但是其他还有五项 包括在野的工党提出的修订都遭到了否决 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之前又表示 会寻求与欧盟重新谈判脱欧协议 工党党魁豪尔兵就说 如果国会2月26号前仍然没有办法通过脱欧协议 那么工党支持延迟3个月再来脱欧 我们把目光放到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司法部就向自行宣誓为临时总统的瓜伊多的反政府行动 展开了刑事调查 要求法庭禁止瓜伊多出境 获得了最高法院在数个小时之内受理并且接纳 正式的颁布出境的禁令 那目前呢 瓜伊多仍然是保留其国会议长的职位 但是分析指当局限制瓜伊多的出境 会令到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的关系再度的恶化 同时外界也进一步的担心瓜伊多的人身安全 瓜伊多呢 在照较早之前表示呢 世界意识到委内瑞拉呢 正在处在变革之中 他自己不会低估受到迫害的威胁的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 总统马杜罗接受俄罗斯的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说 为了国家利益和和平来着想 已经准备好在国际代表参与调停的情况下 和反对派来进行会谈 马杜罗又视察了军演 计划在4月中前呢 把民兵的数量增加20%达到200万人 期望军人对他绝对的忠诚和服从 而警告美国呢 不要妄想踏足到委内瑞拉 有记者之前也拍摄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记者部 写有派5000名士兵到委内瑞拉的邻国格伦比亚 所以引起了外界的猜想 美国是不是有准备对委内瑞拉 采取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好那么接着下来今天早上 带给大家最后一则国际方面的新闻呢 来是与天气关系的 美国一股极地漩涡带动冷空气 由北极而南下 那么美国中西部地区呢 是录得了低过摄氏零度的气温 预计超过5500万人是会受到影响的 芝加哥的气温呢 降至摄氏零下20度 明尼苏达州呢 更是低贱零下52度 有好几个人呢 是死于相关寒流的天气 威斯康星 伊利洛伊 以及密西根州呢 已经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受到了寒流的影响呢 美国的邮政局呢 是暂停在中西部派送邮件的 数以千计的学校商店 以及政府办公室关闭 数天班的航班呢 是取消或者是延误 政府以及慈善机构呢 是开放临时的庇护中心 给民众们来进行避寒的 好的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点24分 国际方面的信息呢 就到此为止 接着下来再给大家认识什么呢 那就是日月光旅游的最新旅游信息 日月光旅游新增的豪华奔驰车的系列 用于接待各类的私人定制小包团 以及商务用车 以20年行业的递接经验呢 为宾客们呢 来提供最可靠安全的多元化的服务 那么日月光旅游呢 是率先推出的南岛八天游 豪华大酬兵 日月光南北岛11天 免费升级威灵顿国会大厦的特色西餐 享有温泉之乡的三顶自助餐 还有龙虾羊腿特色三文鱼 一个旅程 静向美景美食 报名热线3021983 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tours.com 畅游澳洲唯我独游 全包华语澳洲六天游 每个星期五固定出发 特别增加澳洲九天以及十二天的全景游 日月光旅游的飞机四天 三个晚上530元起天天出发 欧洲华语团每天78欧元 也是天天出发的 盛世公主游轮3月26号悉尼出发前往香港 畅游布里斯班达尔文 越南新加坡持续热卖之中 帝王公主北欧豪华游轮团 5月17号出发 全程的专业国语广东话领队陪同 特别是增加了第二团 日月光旅游的报名热线3021983 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tours.com 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今天是2019年1月31号星期四 农历腊月26 奥克兰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的 气温最高27度最低18度 今天的日出时间是在清晨的6点35分 日落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33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舱时间 是在今天下午的5点02分 以及明天清晨的5点45分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则 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尽管2016年的10月 纽西兰移民局就宣布暂时关闭 父母团聚类移民签证 并且宣称在未来的两年 不再接受此类别下的签证申请 但是这两年多以来 移民局仍然是收到了接近 1730份新递交的 Express of Interest意向表达书 那么递交EOI的费用 为每一份是490纽元 1730份的EOI的费用 总和是达到了84.77万元 那么移民局虽然是迟迟没有重开申请 但是这一笔巨款却也并没有退还 那么纽西兰移民局的移民经理 Michael Carley就表示 现阶段移民局不会为撤销申请的人士 提供自动退款的服务 申请人可以递交一份书面的退款申请 而移民部长Ian Liz Galloway就表示 移民局将会在今年上半年 公布对父母团聚移民的最终决定 目前新移民们在纽西兰国会官网上 已经是发起了一项呼吁政府 尽快开放父母团聚移民的请愿活动了 截止到昨天晚上 已经是征集了超过8000个签名 这一个请愿将会在今天 2019年的1月31号关闭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 这一段的早间新闻 那么接着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 就是首先来看看的是 墨西哥古巴团的一个旅游信息 探索世界新奇大奇迹 玛雅文明 纵想江勒比阳光 走进社会主义国家古巴 一场最好的雪茄郎姆酒 18天9999元纽币起 3月份即将出发 少量余味火速报名 还有3月份的台湾樱花团 关阿里山樱花云海日出 晚霞和神木铁道 品尝首座凤梨酥雷茶 吃便夜市 清零偶像剧圣地 3899元起 精彩的环保导游 到了4月还有日本的 赏樱花温泉团 学生假期 特色的亲子专案 合家出游的最佳直选 全城都是四星级的酒店 百分之百的纯玩之旅 不够物不敢录 3999元起带你玩转 主题乐园 以及吃便美味的日本料理 5月份欧洲团 看荷兰玉金香花展 到巴塞罗那圣家堂 看鬼才高迪的建筑狂想 还有先进瑞士神秘布拉格 以及庄严的罗马城 30天 13国 7999元起 玩转欧路 定机票找万国 各大航空特价 天天不停 天天更新 他们的免费热线是 0800-116688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有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四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奥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好的那么时间呢 到早上的8点44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安德鲁丽西斗龙 继续在这里跟大家来说说 咱们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 有关我们的总理 Jacinda Arden 有关的QV Bill 好几则的新闻 都跟QV Bill有关系了 我们接着下来来关注一下 这个国家党的党魁 Simon Bridges 在昨天在基督城 也是发布了2019年度的 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讲 我们把这个内容 告诉大家就可以了 是我们来看看 国家党公布了一些 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新的一些税收计划 那他将说 未来如果执政的话 会每三年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 这个呢就是要跟上 通货膨胀的一个步伐 那么他说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到2022年 新西兰的人均工资 就有望进入到一个 最高的纳税等级了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认为是不公平的 因为说新西兰人 不应该每年交纳更多的税 这样的他们的收入 和他们的生活成本的上升 是不成正比的 怎么去解读 Simon Bridges的说话呢 就是说 如果根据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最低工资呢 在不断的提升 那么不断的升啊 升啊 那么这么这个涨幅呢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 那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他们的工资呢 就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了 这个最高收入者的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 bracket里面了 这个框架里面了 可是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生活成本在不断的上涨 所以说即使你的收入 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 这个所谓的最高收入的 这个行列 但是你的生活 可能并没有所谓的 最高收入者的 应该享有的 这个生活的数值 是因为生活成本 在不断的这个增加 因此呢 在这种生活成本 不断增加 你的生活其实并没有 得到明显的改善 虽然你的收入增加了 可是按照最高所得税 来征收您的这个税的话呢 那是不公平的 对意思就是说 简单来说 比如你以前是7万5 达到这个最高标准了 按33%交 那现在你的这个工资 本来没到 现在上涨了 到了话 你就按这个最高级别 但其实东西都是在上涨 比方的最高级别是33%嘛 是 可是你实质上 因为这个生活成本 不断的上涨 所以说呢 你并没有享有 所谓的最高收入的 那种生活的数值 对 我们来看看啊 他说 如果每年的这个通胀 在2%的话 那么这个年收入 是新西兰平均水平的 这个5万2000牛币的人士 如果经过他们这个 每一年根据通胀调整之后呢 第一年就能够多出 430牛币在口袋进账 那么第二次调整之后呢 就能多出900牛币 而第三次调整之后呢 就能够多出1400牛币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钱呢 没有在被国家收到 而是发放到 我们新西兰人的口袋里了 基本上他是这么说的 Summer Bridges呢 他就表示说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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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党是能够在 2021年执政的话呢 应该会在这个税务方面 来做出一些调整 这个 每三年呢 会改变一次呢 根据这个通货膨胀率 来改变呢 这个征收税的这个门槛 OK 那么同时呢 Summer Bridges也承诺 在这个发表国情咨文 他说 如果国家党 2021年能够呢 执政的话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说 会取消奥克兰地区 燃油税 不会在他们的 第一届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 2020年年尾的时候 来进行大选 所以说真正的 等这个政府 新政府上台是2021年 就这么说了 这大家不用太过的纠结 是2020年的年尾 或者是2021年的 这个年初了 那么他说呢 首先呢 会取消奥克兰地区燃油税 而且呢 不会在他们的 第一届国家党的政府之下 来引入新的 这个税项 同时呢 也会取消 Capital Gain Tax 资本利得税 那么资本利得税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实现 可是他们是基本上 Summer Bridges认为 是势在必行的 所以说呢 他预先告诉大家 如果国家党上台的话呢 就会取消资本利得税 取消地区燃油税 取消了地区燃油税 会不会呢 取而代之 有另外一个 其他的这个税呢 不得知不过呢 这个有关第一届政府 国家党政府的话 不会引入新的 这个税收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呢 他也表示说 在他们的第一届工党 联合政府 也不会引入新的税收 地区燃油税 奥克兰呢 是奥克兰市政府的 跟中央政府没关系 不会引入新的税收 跟不会在现有的税收 增加这个税率 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家不要混淆了 你这么说很可怕 为什么可怕呢 那就是现有税 还可以再继续在家 那个税机再变大 我只是没有引入 新的这个税项 可是我并没有说 现有的税项 税率不可以调整 另外他还说到了 说这个联合政府上台之后呢 就是排着队的 引入了很多的这个税收 他说当时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曾经有过取消这个20亿的 一个减税的计划 那这个工党政府上台之后 没做这件事情 转而向更有针对性的 去做这个family package 这样的家庭一揽子 他就说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政府现在钱多了 但是我们新西兰人的钱 是更少了 而且他认为更糟糕的情况呢 还是在后面会继续而来的 是的 那么Syman Bridge 一定是在这边 下呼大家 就是说你们等着吧 如果你们继续让这个工党 为首的联合政府执政的话 你们口袋里面的钱 会不断的在缩水 生活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如果随我们国家党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增加你们的收入 等这个那个的 那么当然呢 我们咱们就听着吧 那么到底 这个当然也不是说 工党联合政府 在第二届 如果他们是成功连任的话 那第二届不会引入新的税收 其实我也是蛮相信 这个capital gain tax 会最终会上路的 不过呢 现在呢 这个财政部长 表示说他们还要进行研究 那么Syman Bridge 也说到了 就是说呢 你看看在这个 过去的短短的一年 民众们呢 我们是面对了 不断上涨的 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 每一年呢 民众们的这个家庭 他们的这个 单单是新的这个 汽油税呢 就增加了他们每一年 250块钱的负担 还有呢 这个也导致呢 这个租赁市场上的房租呢 是平均呢 是差不多上涨了 每周30块钱 那么当然他也说到 这个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那么稍后呢 跟大家来分享 另外一位 这个著名人士 对这个capital gain tax的 一些看法 那么他当然 Syman Bridge 基本上呢 他在这个国情咨询里面 也在不断地烫衰 现任的政府 而认为现任政府呢 是非常的浪费的 好 那么当然呢 我们能够理解 理解他的这个说话 不过呢 有时候呢 似乎是言之过早了 那么明年呢 看看这个Syman Bridges呢 如果是继续带领国家党的话 在明年2020年的这个国会大选之前 他又会带出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呢 OK 好 那么时间 我们照几时间 跟继续大家 跟大家来说说这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呢 带过就算了 在之前呢 曾经纽西兰 就社会上呢 还蛮担心的 就是不断地有这个传言 传言什么呢 就是说传言呢 就政府呢 可能为了老百姓的生活好 为了老百姓的健康 这纽西兰这个肥胖啊 肥胖率呢 实在是太高了 是 而且呢 跟肥胖息息相关的 就是因为呢 太多带有高糖分的饮料啊 或者是食品的出售了 那么因此呢 一直呢 不断是外界呢 有担忧呢 就是说政府会不会 来实施一个啊 征收这个食品 或者是饮品的这个糖税 那么当然呢 我们也要了解呢 就是说在之前啊 这个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呢 就已经对外表示说 第一届的 他们执政期间 是不会引入新的这些税项的 所以说糖税呢 政府一直呢 基本上呢 没有正面的回应 没有完全的拒绝啊 也没有完全的 就表示说一定会实施 那么让大家呢 在不断的揣测 好了 那么之后呢 现在我们看看呢 根据英国的一份 医学周刊 这份医学周刊 还算是蛮有名的 叫做The Lissette 那么这份周刊里面说到了 就是说建议啊 建议什么呢 建议政府呢 应该不单止是纽山政府了 建议各国的政府呢 应该呢 去考虑呢 征收红肉税 这个我觉得比糖税 还不可思议 当年说糖税的问题 是因为英国已经开始实施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 那这次呢 完全是因为 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文章里面专家就呼吁说 可以对红肉来征税 原因是什么呢 说这个红肉呢 对人体的健康 还有对于我们整个地球的环境 都有负面的影响 而且说我们和肥胖 这个斗争呢 这么长时间 而且这么缓慢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红肉的摄取啊 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所以说红肉税 可不可以来起到一个 抑制消费的这个作用呢 就跟当年我们收这个 烟草税不停的加一样 这个烟税加的高了 抽烟的人少了 所以牛肉给他收点税 吃牛肉的人就少了 合理吗 如果根据这个专家的想法 当然是合理的 可是根据纽西兰呢 肯定是不合理的 纽西兰呢 是一个生产这个红肉的 那么一个相当主要的一个国家 自己都不鼓励自己的民众们 来吃红肉的话 那你又怎么能够鼓励 海外的国家来购买 纽西兰的牛肉或者是羊肉呢 那么在这方面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就不可行 也就算了 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不想你政府管的太多 抽烟要已经是面对相当高的税收了 那么喝酒也面对税收 而且喝酒呢 有很多的条例的管制 那么现在说这个吃这些糖的东西 甜的东西 喝甜的东西呢 你政府也想插一把手 甚至是现在呢 有专家就建议呢 连这个肉类食品也要插一把手 其实老百姓是想 相当反感的 政府也不是说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也就算了 现在这个新闻的重点是什么呢 这个卫生部的副部长 Julian Jenter 在面对媒体问到 纽西兰政府有没有意愿 要征收这个红肉税啊 她的回答呢 后来呢 被外界认为呢 是比较愚蠢的 你说没有也就没有了 可是她说在没有的之后呢 还加了一句话 就是at this stage 就是现阶段不考虑 现阶段没有 哎 你这个现阶段没有 就并不代表未来没有了 这方面呢 那后来呢 当然她的办公室也出来澄清了啊 就是说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没有考虑 绝对不会考虑了 是 你这样加还不加个盐税呢 吃盐吃的多了也不好 都是出于对人健康的考虑 什么太多都不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什么东西的过量都不好啊 喝水过量好不好呢 也不一定好 水中毒了 都可能啊 好 那么无论如何呢 告诉大家也不用担忧了啊 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肉税 OK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继续来跟大家来 述说这一则新闻 这一则新闻说到这个 capital gain tax 资本利得税 在昨天呢 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 有关资本利得税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的财政部长 Gran Robertson 基本上说的是 他们正在考虑啊 还要等待这个报告的这个出炉 不过根据一些媒体的资料呢 其实呢 政府已经有了报告了啊 可是当然还没有决定 这个资本利得税 这个资本利得税呢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纽西兰优先党一直以来都是反对的 Winston Peters一直以来都认为 资本利得税在纽西兰是不会work的 好 那么在今天要跟大家所说的这个资本利得税 我们要说说呢 大家如果是通过视频所看到这位人士 他的名字叫做Duncan Gunner 如果大家有习惯性的上这个newshub的这个网站 看新闻的话呢 对他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了 相当相当著名的一位媒体人 记者曾经两度呢 是获得了这个澳洲Qantas的这个最佳的这个新闻报导啊 的这些奖项 他在昨天呢就是发表了一份呢 对于资本利得税 而且呢的一些看法 而且呢这个标题呢 还算是比较的直接 对 这标题是什么呢 他说资本利得税就是这个political suicide 就是政治自杀的一个新闻 政治自杀 他警告啊 而且他认为呢在纽西兰资本利得税呢 最终还是不会呢 被落实的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商家好介绍 以及九点的这一个整点新闻 那么待会回来呢 在有话慢慢说里面呢 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 这个Dankengar呢 他的观点是什么 为什么资本利得税在纽西兰很难落实 我们稍微回来 好一会见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四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各位好 接下来欢迎大家关注 由中旅喜洋洋特约的 新西兰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在本周早些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在这一周当中 周四这一天呢 会是全国温度最高的一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具体城市的表现如何 今天奥克兰是勤见多云 18度到27度 那此刻的温度呢 大概是在22度左右 陶朗加的今天温度是勤见多云 17度到23度 那么现在已经达到了 21度的天气了 首都惠林顿 今天是勤见多云有风 从上午11点到下午的67点之间 都会是有大风的天气 温度呢是18度到23度 比起之前好像是稍好一些 再来关注一下南岛 南岛的基督城 昨天是达到了28度的高温 那么今天呢 依旧是勤好的天气 温度是19度到25度 今天皇后镇的温度 看起来是比较高的 也是勤见多云的天气 然后温度呢 是17度到28度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南岛的淡尼丁 今天是勤见多云 局部有雨 温度是18度到24度 星辰为伍 湖海作伴 中旅祥阳假期 全新推出 南岛七日经典 风情游 包揽南岛壮美奇景 感受名城迷人风情 进步浪漫提卡坡 亲征庞博库克山 夜宿星空保护区 探索壮丽大峡湾 最美皇后镇 共度难忘时光 英佛卡基尔 达卡极南之城 更有中旅独家 品味维多利亚贵族风情 下榻百年庄园 详情请咨询中旅各门店 或拨打免费电话 0800-287-888 了解详情 时间到早上的9点10分 再跟大家继续进行新闻的分享 以及呢 在接着下来的有话慢慢说之前 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 第一东方投资公司的 FE Investment 第一东方投资公司 老牌金融投资 澳洲上市公司 纽约三储备银行 官方授权的非银行 接受公众存款的机构 2019株年 新春特别的优惠价 六个月的年利率4.8% 最少的存款额 1万纽元 单比的存款超过5万 就可以获得 Westfield购物中心 现金消费券50元 优惠期有限 请大家尽快的 致电他们的中文热线 0800-338-168 0800-338-168 或者是上他们的网站 FEI.co.nz 那么另外呢 爱自由 特价的机票 热门的景点 超低的折扣 就找爱自由吧 专业的旅行顾问 定制南北岛深度游 斐济海岛游 奥克兰周边一日游 等等的精品行程 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信息栏爱自由 电话09600-6101 09600-6101 好的那么接着下来呢 再跟大家update一下呢 有关这个国际的这个股汇市方面的情况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 纽西安时间八点钟 美联储呢 在发表了他们的议息 基本上是维持呢 也就是我们纽西安呢 被视之为官方贴线利率吧 那么这个美联储的 所制定的这个OCR 我们就把它当作OCR吧 那是在维持在2.5%不变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美联储的这个主席鲍威尔 就表示说 未来呢也不急着 不急着 要将这个加息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当然美元走低 股市走强 我们看到呢 现在最新呢 曾经呢 道琼斯工业指数呢 是上涨超过500点的 现在有轻微的回落 那么现在呢 目前是 现报呢 是25,046点 那么上升了 466.40点 那么升幅呢 是达到1.9%的 那么标准普尔呢 上涨的幅度呢 达到1.51% 上涨了39.76点 那么现报呢 是2679.69点 纳斯达克方面呢 现报7174.99点 那么上升了146.70点 升幅呢 超过了2% 达到了2.09% 那么当然也要 比较关注的就是 纽约对美元呢 在外汇市场的表现 那么看到呢 就9点钟过后呢 就是纽约呢 有一点点轻微的滑落 原本的最高呢 是来到了 0.6910了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在今天早上 8点钟之前呢 曾经呢 是在 0.6830左右的 那么一个水平 那么说说 上涨的幅度 还算是相当相当的明显 那么美元对日元呢 现在已经是跌破了109 来到了108.98的 那么一个水平了 好 这个update完毕了 之下 最后呢 是咱们的 有话慢慢说的时间 我们的电话呢 是已经为您开启了 095712936 短信平台 0212010998 几位朋友呢 已经是发来的短信 要不我们先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 他们的一些观点吧 好 手机尾号是 让我来看看啊 6618的朋友说 说工党议员 要定好自己的政策 不要乱出政策 而国家党议员呢 要 这个怎么念 国家党议员 要收紧自己的腿 提好裤子 不要随便发短信 那么当然呢 我的理解是说的是 在之前的 Germany Ross 以及呢 另外一名国家党的 国会议员 这个 Sarah Sarah Dowson 是吗 Sarah Dow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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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之间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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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暧昧的关系 好 8102的朋友说 说到这个 蒸红肉税的话题 他说 像快餐里面 麦当劳 肯德基 汉堡王这些 每年增加10%的税的话 那肥胖问题就解决了 OK 4086的朋友说 建议各国政府 征收一个吃饭税 活着就给征税 这样才给力 OK 这个有意思啊 接下来再看 687我的朋友说 说国家党当年 在台上的时候 某一年最低工资 只涨了两毛五 现在台下了又开支票 有意义吗 你骗谁啊 OK 好 是了 大家对于这一些 在大选之前 一些政党 政党他们所 做出的一些承诺 尤其是现在还是 那么早的时期呢 不用太过的 就是说特别的去兴奋 也不用有这个跳楼的冲动 那听完就算了 不过呢 这个资本利得税 确实是要值得关注一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 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Duncan Gunner Duncan Gunner 这一位资深而且也非常著名的 这个媒体人 他也是新闻节目的这个主持人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一个背景 那么他今年呢 应该是才四十来岁 可是呢就是说在过去呢 长时间从他曾经服务过这个TV1 TVNZ电视台 也服务过这个TV3 那么曾经呢就是也因为爆料 两次的最主要的两次爆料呢 新闻方面的这个播报呢 使到呢 他是分别在2004年 以及2008年的两度是获得了 这个澳洲Quantas的 这个最佳的这个Media Award 这个作为一个媒体人 是一个殊荣 那么其中一次爆料呢 跟现在呢 大家最近在 常常在新闻里面听到的人物呢 John Tamaheli 非常有关系的 John Tamaheli 那现在当然 那我们都知道他要出来竞选 这奥克兰的市长 或之前呢 他在政府呢 是曾经是一位内阁 工党的内阁部长级的那么一个人物 曾经呢 就是被爆料 他所管理的一个基金啊 他跟 他作为一个政府的那么一个官员呢 跟这个基金呢 有一些台底下的一些金钱方面的一些交易 而当时候报这则新闻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Duncan Garner 那么后来呢 John Tamaheli呢 在经过这个 也得到了这个严重欺诈局的这个SFO的这个调查 这调查出来呢 后来最终这个结果呢 John Tamaheli呢 基本上也洗清了 可是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之中呢 他也是被迫呢 离开了工党的内阁 所以说呢 我看看这个Duncan Garner呢 其实跟John Tamaheli呢 是有一些旧恨的啊 Duncan Garner呢 因为报道这一则新闻呢 也获得了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殊荣 他有什么政治的立场啊 或者那一类的吗 目前我自己本身没有特别的去看到 因为为什么他第二次他获奖 这个Duncan Garner第二次获奖呢 是爆料谁呢 是爆料国家党的Bill English 说之前的爆料的是工党的John Tamaheli 那么之后呢 相隔几年之后呢 他爆料的是这一个国家党的这个Bill English 他怎么爆料呢 是当时候呢 在一次的一个聚餐会的时候呢 有一位人士 那么现在安德鲁 我现在只能够凭我的记忆 去跟大家去稍微的说一说 有一位人士呢 是有意的将Bill English呢 在那个聚餐上面的一段说话 他呢录音下来 而且根据呢这个Duncan Garner 他的爆料是什么呢 发现这个录音当中呢 Bill English作为当时候的 这个国家党的这个 财政部长 还有党魁 如果以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他这个国家党还没有正式执政的时候 他还是国家党的那么一个 一个党魁 2008年的时候 当时还是海伦克拉克的时代 他这个录音里面的Bill English呢 是透露出如果国家党执政的话 有意愿要出售 Kiwi Bank 这当然也是一件大事 虽然在那个时候呢 国家党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执政 不过后来呢当然2008年之后呢 就是换了这个大选 换了这个政府 国家党是执政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呢是被媒体爆料出来 就是说 Bill English有意 有意愿要出售这个Kiwi Bank 后来当然也没有行动 这件事情的这个报导呢也使到这个Duncan Garner呢 是再次的荣获这个澳洲的这个Quantas的这个媒体人奖 OK好 那么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他昨天呢 他在这个NewsHub的这个新闻当中呢 他是说到了 这些媒体人呢 纽约的媒体人也有时候呢 我们也也得这么说呢 他们也挺牛的 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来源 根据他说自己所得到的sources 资料来源 说到了由这个Michael Cullen爵士所领导的 这个社务工作小组已经是完成的报告 而且报告呢 已经是交给了政府 可是在前两天呢 我们听到呢 我们的财政部长Gran Robertson 还对外表示说 报告他还没拿到手 要等到下个星期 那么在这方面呢 所以说呢是有出入的 那么再有呢 根据这个Duncan Garner 他说根据他的这个消息来源呢 在这个报告之中呢 Sir Michael Cullen 他是建议资本利得税要收 而且税率是多少呢 百分之三十三 是 听起来是一个不低的一个税率啊 这个是由这个Sir Michael Cullen 所建议的 这个工作小组所建议 向政府所建议的啊 百分之三十三的这个资本利得税 那么也就根据这个基础 Duncan Garner就表示说 在纽西亚是行不通的 因为在过去 纽西兰好几次都有提到 这个资本利得税 可是并没有民众们的支持 为什么呢 当大家去听到这一个 这个这个百分之三十三的时候 有一些在过去认为 应该用通过资本利得税 来打压炒房的这些活动的人 他们你们不就觉得 挺好的啊 百分之三十三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不要忘记 在这一次 这个工作小组所建议的 这个资本利得税 还不单单只是针对房地产 其中包括了股票 包括生意方面的这个买卖的得益 这里面这背后 涉及的还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所谓的Moms and Dads 他们可能把他们的一些 一个储蓄投放在 比方讲说Spark啊 或者是Air New Zealand 这个股票方面 如果你卖了之后呢 他们还要面对 百分之三十三的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话 他们就不干了 是 所以说呢 Duncan Garner他认为 如果以百分之三十三 这个税率 资本利得税的话呢 3.3是行不通的 对 是不会过关的 工党是没有办法呢 将这个资本利得税 百分之三十三的理念呢 向选民呢 去兜售的 对他其中特别说到 这个税率是远远要高于 全球的一个普通的税率的 打击到的人群呢 不够精准 比如说你原来想打击的是 那种高收入的一些 精英阶层的人 但相反这些打击到什么 是全国各地的一些 小商人啊 特别是有那个第二套房子 在出租的呀 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些投资人 他们很多可能都是冒着 二十多年的风险来建立 这样的一些生意和积攒下来的东西 而这个税率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高了 他说这个是 如果是百分之三十三的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话呢 根据Duncan Garner他所说呢 将会是全球最高的资本利得税 对 澳洲百分之多少 十八 十八 他说比较常见的是百分之十 然后澳洲是百分之十八 澳洲百分之十八 一般的一般的国家的百分之十左右 那么也就表示说了 如果你一个生意的出售 在经过了二十年的这个辛苦建立之后 那么最终呢 获利是二十万 你要缴付这个六万六千块钱的这个资本利得税 一般的纽西安的这个小商人是绝对不会支持接受的 因为这个资本利得税不仅仅只是针对房地产的获利 而是涉及了其他方面 这也是问题的一个中心点 再有Duncan Gardner他说 工党如果要在这一方面获得纽西安优先党的同意 这个也是相当的困难 因为纽西安优先党的Winston Peters 在这个之前 已经是口口声声的说 资本利得税在纽西安是不会work的 是行不通的 没有用的 他自己本身也不支持资本利得税 因此单凭工党要推动这个资本利得税的话 那将会是非常的困难 阻碍重重 好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当中 如果大家对任何的新闻有任何的观点 我们电话照样是为您开启的 095712936 端心平台0212010998 早上好 你好 早上好 我就觉得都讲了收税 为什么那个LOTO 那个LOTO人不收税 国彩税 都有的开LOTO是吧 是 那么大的那个税也不收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是 因为在一些国家有 中LOTO都要收征税是不是啊 谁中LOTO你得那么多钱 你就应该交税嘛对吧 因为日本人的收税 你所说的是博彩税 就是那个LOTO 对我明白的意思 我明白的意思 那么你去如果 如果这么去说的话呢 你在赌场如果赢得奖金的话呢 那是不是也得征税呢 应该啊 因为这就是你这你就得钱了嘛 你得获利了嘛对吧 嗯 你这就是这种税是应该收的 可是 美国你赢得赌场赢钱 你是要交税的 那么怎么收法呢 比方讲说我到这个赌场去买大小 我投了一千块钱 哎我中了两千 那么是不是赌场 马上要先帮你这个税给扣了下来 然后才把剩余的奖金发给你呢 可以啊 应该这样子啊 对不对啊 本来就是赌场投进东西 为什么不交税 那么我下一笔 我的投注方面我又输了那怎么办 输了是你的事啊对吧 这是你的赌嘛愿赌不输啊对吧 ok ok 所以说借赌还有好处啊对吧 ok了解了解 嗯好不反对啊不反对您的建议啊谢谢 其实买彩票那一类的 Powerball那些的 它是有个人所得税要交的 就这么说啊我们就这么说 也不是说完全的不交税 可是交税方式有所不一样 跟美国那些不一样 美国呢比方讲说 它在派发财经给你之前呢就先扣了啊 而且呢有时候呢 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的啊 那么纽西兰呢比方讲说你中了六合彩 那么中了六合彩你中了一百万 那么这个一百万你放在银行的话啊 你收取的这个利息 利息方面呢就当做你个人的这个收入 会跟你收取这个税 利息啊 可是他就没有那个所谓的 好像是美国这样的 先帮你扣了这个33% 一百万肯定就要跟你扣33% 那如果根据个人所的税来说啊 就是说你就不见掉33万 然后剩下的67万才发给你 他这个这个在纽西兰倒没有 那只是扣的是利息税啊 基本上那么当然如果你不把这个钱放在银行 你把这个钱全部去买了一个房地产 嗯啊是可以 可是如果这个房子是用来自住也就罢了 如果是用来收租啊或者将来转卖了 那么当然我们纽西兰有这个明线的这个测试法 Bright Line Test 在这个固定时期之内 如果你卖出去你所获得的这个得益呢 那么也得跟你说 可是我们就没有这个所谓 类似美国的那种啊那种博彩税啊 韦德尚好你好 早上好这位朋友 哎哎早上好早上好 安主哎怎么样啊那个博彩所得是免税的 是是是在纽3是没有的对对嗯 他叫Winderfall就是大风吹来的东西 啊啊啊啊包括你不光是骆驼啊 从骆驼讲包括你堵马是都是免税的 嗯因为他那个大部分是输的所以不存在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赌博公司是通过公司的税去交 是是是是 你个人你重要的话你整理最好了 你不用再再再交任何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要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放心就不用交税 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 okok拜拜是好谢谢 好谢谢 ��3是没有了啊 有有好多的国家都有啊 不是所有的國家 好 那麼無論如何就跟大家說了 剛才Dunton Conner跟大家分享他的觀點 他認為最終還是行不通的 除非紐箱優先黨支持 可是紐箱優先黨就算是支持的話 紐箱優先黨他們的支持者是誰 紐箱優先黨支持者很多都是一些 上了年級的這些銀發族 可能他們有放在銀行裡面 或者有買點小股票等等 那麼在這一方面紐箱優先黨 願不願意為了工黨的資本利得稅 而得罪他們自己本身的這些支持者 所以看起來實行也難度蠻大的 路很難走 不容易 當然如果你說引進一個資本利得稅 可是稅率方面又很低的 好像又起不了什麼特別的一些作用 也打壓不了這個房地產的草賣 那看起來又沒什麼力度又沒什麼意思 可是不要忘記 如果單單是針對這個房地產方面 我們已經有這個明線測試 對 好我們線上有其他的朋友 喂早上好 喂早上好你好歡迎您 早上好這位朋友 早上好 我想問一下那個中文的那個警察電話是多少 中文 OK我們這邊不是一個查詢台 不過呢如果你想了解這方面的資料呢 你可以打這個電話5712288好不好 看看我們的客服部呢能不能夠幫到你 謝謝謝謝我打錯了 沒事沒事沒關係 OK好 大家如果有些需要查詢方面的一些呢 我們雖然不是一個查詢的電台 不過呢能夠幫我們會盡量的幫 那麼打電話到我們的客服部 他們當然也會有一些聯繫的電話號碼 希望能夠幫到您 五七一二二八八 我們的客服部的兩位美女啊 這服務態度都非常的好啊 不會怪安德魯給他們添麻煩吧 喂早上好你好歡迎您 早上好各位朋友 喂早上好你可以說話了 還在線上嗎 好可能不在線上沒關係 OK好 喂早上好你好 兩位早上好你好 一向有注意那個新聞的人 一定記得那個 那個黨肯啊 嗯 是是是是 是 但是它是 所有電視的大紅雜質機啊 嗯 您聽一杯的可以查一下那個褲狗 是是是 慣性慣性 有些人喜歡到有些人不喜歡啊 很難說了 好謝謝 好好好謝謝 謝謝您的電話 OK好 那麼這則新聞跟大家 哎我還有電話 喂早上好你好 歡迎您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想問一下 剛才你們講的前面沒聽見 就是工黨要推出的那個 資本利得稅 嗯 還沒有 等一下我才變話結束 工黨沒有說要推出 只不過現在有一份報告交給了政府 他們正在研究 嗯 就說呢 它這個意思就是 它研究這方的意思就是 就是 以後就賣房子啊 我就是說 假如我們這房買了有快二十年了 你在一賣 它也要交資本利得稅啊 政治這塊 如果它是真的是根據這一份報告而落實的話呢 那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不是有個明線測試法是兩年以及五年嗎 對不對 如果你的房子是買了二十年的話 應該不在這個明線測試法的規範之內 應該是有兩年五年 現在有這個明線測試法 看你這個房子是在什麼時候買的 哦 要五年呢 投資房五年呢 是是是是 已經改為五年 如果你是在 如果你是在二零 二零一八年的三月之後 三月二十九號之後買的房子 那麼你就要不要必須要服從五年的明線測試法 哦 就五年以後不用交稅 對吧 增值也不用交稅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下我還沒說完 也不是說你五年之後你賣出去不用交稅 稅務局還會根據一個意向 如果你它發現你當初買這種房子呢 就是希望在未來賣出去能夠賺錢的話呢 它也有可能要向你征稅 所以說這方面我得清楚的告訴大家 不是說五年之後你賣出去不用征稅啊 嗯嗯 那麼至於這個資本利得稅 還不單單只是跟房地產關係的 還包括了其他方面的投資 包括了股票啊 債券啊等等這方面的投資 所以說範圍是更大的 嗯好 好 好不好 知道了謝謝您 好 能夠記得的就是那麼多 有時候呢真的是有很多的這些詳細的內容呢 是記不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包涵 OK好 那麼我的電話當然是為您開啟的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這則新聞說完了 接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一則新聞 我看看 我看今天早上有沒有一些比較 值得有爭議性的一個 OK OK 有這則新聞 乾脆跟大家來說這則新聞吧 這則新聞呢是 是怎麼說呢 可能會比較有趣 嗯 比較有貓膩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來看看這家公司 這是一家捕魚的公司 Tales 還蠻大的 嗯 他叫做 Tales Tales 有些叫唸為Tales Tales Tales這家公司呢 現在呢 面對這個 我們看看是哪一個 尼爾遜 Nelson District Court 面對這個 是誰的 對他的 這個 初級產業 初級產業部 初級產業部呢 現在呢 以14項的這個罪名 起訴這一家捕魚公司 Tales 那麼為什麼呢 這一家公司呢 是在Nelson 為基地的一家捕魚公司 而且呢 歷史還算是相當的悠久 規模呢 也相當的龐大 這家公司呢 在較早之前 被發現呢 就是在一些公海上 或者是受到一些保護的一些 一些區域呢 海域上呢 是違規 違法的 違反這個 應該這麼說呢 是違反 違反這個叫做深海捕魚啊 是它其實是 脫網 它其實是這個 綠色和平組織也專門說到了 說這家公司 他們其中有一艘漁船啊 叫做什麼 Amato Apollo這樣的一個船號吧 他們是涉及到用海底 脫網作業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然後進行違反到了公海 特別是這個Tasman海這邊的一個 Tasman海峽 一個條款 那破壞到了生物的多樣性呢 還有破壞到了當地的這樣一些漁業的情況 所以呢 是希望呼籲進行管制 他們這些捕魚船呢 當然是 當然是 灑網嘛 灑網 那麼灑網呢 其實也有一個嚴格的規定 你不能夠呢 這個網呢 不能夠到這個海底 那麼如果海底的話呢 有可能會破壞這個海底的這個生態 其中包括了 因為在這個Tasman海啊 也包括了一個珊瑚 也會影響到這個珊瑚的這個生長的 對 那麼在這方面有嚴格的規定 那麼為什麼這家公司 要進行這樣的一個作業呢 最主要呢 就是希望能夠呢 通過這個比較深的這種 這種脫網的這個活動呢 能夠捕撈到這個Orange Ruffy 我們就表示說 我們通常在這個餐館裡面 所吃的這個叫做陳魚 是不是陳魚 蠻好吃的 那個很少 頭挺大的 肉不多 不過還蠻昂貴的 陳魚 Orange Ruffy 我們來看看 綠色和平組織的首席執行官 Russell Norman 他就說到 現在呼籲政府 能夠對於漁業的這些公司 加強這個監管的這個機制 說這樣的公司 就應該是已經上了 全球有一個叫做這個 非法未報告不受監管的一個漁業的這個船 的一個黑名單 說這個 這個塔利斯的這個船 應該就是上了這樣的一個黑名單了 好 我們線上有朋友 喂 早上好 你好 歡迎您 早上好 早上好 歡迎 那個假期剛過我想談一點出行的經驗 好 你想談什麼出行的經驗呢 就是在上路開車的事情 嗯 好 你說 你說 嗯 我說交通呢 我這最近我這感覺 就是碰到過兩次了 就是開慢車 現在這個過去沒碰到過 就是說它開很慢 你在郊外這個100公里限速 一個大卡車 我出去遠遊嘛 它就開個巴士 它壓車壓了一二十輛 在後邊就是開巴士公里半個小時左右了 好 各位朋友 不好意思 您的這個遠遊的經歷呢 我們稍後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談一則 這個有關這個捕魚方面的新聞 那麼有關這個遠遊方面的經驗呢 我們如果時間上允許 因為稍後呢 我還有一則新聞呢 是一份報告 報告裡面說到了 這個開車交通方面的一些新聞 國際遊客的統計 我們稍後才跟你來探討 您的過去的一些經歷好不好 感謝您的電話 OK 那麼剛才跟大家說到了這個捕魚 那麼這家公司呢 它有出現這種所謂涉嫌 涉嫌違規的這個捕魚的這個作業 而且現在呢 已經是面對的初級產業的 這14項的指控 即將要會在這個尼爾順的 這個地區法院呢 會在下個月尾呢 是出庭應訊的 好 那麼這一家公司的這一艘船 叫做Amental Apollo 它是因為違規 而且呢 現在呢 已經是被 列入了這個 一個國際的一個叫做 IUU黑名單 IUU是什麼呢 剛才杜榮也說過了 I stands for illegal 非法 U unreported 沒有被報告 就是說他們這些漁船呢 可能他們在作業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的 向有關部門進行匯報的 沒有匯報 還有呢第三 unregulated 沒有被監管管制 的這一份黑名單當中 那麼漁船如果進入這個 黑名單當中呢 當然呢 就會引起呢 有關各個不同的一些 海洋管理 管理署的這些 這些注意了 這總之是 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好 那麼原本呢 這就是一家公司 它的一艘船 違規作業的 那麼一個事件 那為什麼安德魯我說 背後呢 還有故事呢 因為根據 不是安德魯我說的 是這個 Russell Norman Russell Norman 他是誰呢 他是前紐西蘭綠黨的 共同黨魁之一 大家對他也應該 不感到陌生了 那麼他現在呢 已經是屬於 這個Greenpeace 在這個太平洋地區的 這個首席行政 他就說到呢 紐西蘭政府啊 一直呢是希望呢 千方百計的 是要讓這家公司的 這一艘漁船 Amental Apollo 從這個黑名單上 被剔除掉 聽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感到 有點奇怪呢 這不就是一家公司 一艘漁船 在這個海洋上 捕魚的一個違規作業 那麼紐西蘭的這方面 應該呢 感到呢 就是說 大家應該用這個 來做一個警示 是 所有以後的 紐西蘭的這些 捕魚公司 他們的漁船 都應該呢 按照規章 來作業嗎 那麼為什麼 Russell Norman 會說 紐西蘭政府 正在千方百計的 想掩蓋 想這一艘船 從這個黑名單上 被剔除呢 所以它是跟政府 有什麼勾結 或者是關係嗎 這家公司跟政府 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耐人尋味了 不知道 沒說 可是在這個新聞的後面 告訴大家 這一家公司 在2014年的時候 為紐西蘭經濟 現任的 紐西蘭經濟發展 部長 Saint Jones 提供了 沒有說這個實質的數額 不過新聞裡面用呢 用一個叫做呢 什麼呢 Heavily donation Heavily donated 大筆的捐獻 大筆的捐獻 是 Saint Jones 在還沒有加入 紐西蘭優先黨之前 在退出了這個工黨的這個 國會議員之後 他擔任一個什麼樣的職務呢 大家還記得嗎 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大使 同時呢 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 跟什麼有關係 海洋 漁業有關係 這家公司 現在面對指控的這家公司 在Saint Jones 要出來競選 加入紐西蘭優先黨的時候 根據Russell Norman 根據新聞的報導 不是安德魯啊 有這個新聞來源 是曾經Heavily donated 給這個Saint Jones 那麼Saint Jones 現在呢 當然是紐西蘭的地區 經濟發展的部長的這個職位 掌管的這個10億紐元的 納稅人的這個錢 所以說 現在會發現了為什麼 就是說根據Russell Norman 就表示說為什麼 紐西蘭政府的似乎 盡量的在背後要幫忙 這家Tully的這家捕魚的公司呢 政府跟這家公司之間 有一些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說新聞呢 就到此為止 因為新聞裡面 接著下來沒有再說 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點出了 這家公司也曾經提供政治獻金 給Saint Jones 所以說當我們再說到過往 再說到一些政治獻金的時候 很多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媒體 把這個焦點放到了 這個海外政治獻金 包括了咱們華人商人政治獻金 給這個國家黨也好 給工黨也好 其實在紐西蘭的一些商界 他們所提供的政治獻金 也不少 也不少 那麼提供完的政治獻金之後 是不是就會大開方便之門呢 不會 人家那個是崇高的政治理想 精神境界的 那我也非常希望呢 能夠相信 豆榮姐姐的您的說話 他們說的 我們就基本上就說到這裡為止 那接著下來 大家該怎麼想就怎麼想 無所謂 那麼當然Saint Jones 並沒有對此做出任何的回應 這只不過是來自於新聞的報導 也來自於這個綠黨的 綠色和平組織的Russell Roman 他所說的 他說很偶然的 非常偶然的發現 Tolly這家公司 為這個Saint Jones的競選活動 提供了相當大筆的捐款 OK 好 就是那麼多 時間來到早上的9點43分 我們要不然進行一段商家好介紹 回來之後呢 再帶給大家其他紐西蘭方面的新聞吧 一會兒見 有話慢慢說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蘭百輪移民留學顧問公司 要留學找百輪 要移民找百輪 真正新西蘭野生刺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產品 魔法登 澳新最大代購服務商 0508661188 產品 魔法登 澳新最大代購服務商 0508661188 好的那麼時間來到早上的9點46分 歡迎大家再度回來我按鈕西蘭芝有話慢慢說 電話照樣是為您開啟的095712936段 先來 0212010998 有時候呢不要怪安德魯 或者是一些工黨的粉絲們 也不要認為呢 安德魯呢是在暢衰 現任政府 其實國家黨政府呢 國家黨呢不是政府 國家黨呢現在呢 他該該該怎麼做呢 我們我們放著眼睛啊 睜著一隻眼 閉著一眼 慢慢觀看吧 不過現任的政府呢 我們做媒體的 當然是其中一個職責就是要去監督啊 有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感覺上啊 應該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啊 那麼無論如何啊 永遠的就是脫離不了 我們手頭上所有的這個新聞的來源 新聞的來源 不會自己憑空的去捏造一段新聞 來忽悠大家啊 那麼好 這裡手機尾號4536的朋友 他怎麼說 他說請問委內瑞拉的代理總統 瓜伊多是如何當選總統的 可以講述一下嗎 那麼根據我自己本身的理解 瓜伊多他是委內瑞拉的國會議長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紐西亞的國會 議長是誰呢 Trevor Mahler 國會議長 他同時也是在野黨的領袖 委內瑞拉在野黨的領袖啊 在大概不是一個普通人 就能夠當這個國會議長的啊 肯定呢他是有這個 他的這個黨派的這個支持啊 肯定有的 那麼在之前 在去年年尾的時候呢 就是委內瑞拉是進行一次呢 就是國會選舉 那麼現任的這個總統呢 馬杜羅呢是再度的連任 可是一直呢 在競選的過程之中呢 一直呢外界呢 而且呢在野黨也紛紛呢 就是批評了馬杜羅呢 是千方百計的啊 阻撓在野黨啊 的這些參選 那麼最終呢 出來這個結果啊 大比數的馬杜羅是獲勝 那麼一直受到那個在野黨的猛烈的批評啊 認為呢這個選舉制度呢 是有這個舞弊的啊 不公平的不透明的啊 裡面有很多的這些操作操弄等等 那麼當然再加上西方的媒體 西方的很多的國家以美國為首 那麼美國呢在過去 在包括了這個查韋斯時代 一直到這個馬杜羅的第一 第一屆的這個政府呢 一直跟這個委內瑞拉呢 這關係都不好 那委內瑞拉的問題啊 又來了 委內瑞拉的問題是因為 它是個石油生產的那麼一個大國 如果你委內瑞拉 今時今日是沒有石油的話呢 我覺得呢 美國呢基本上呢 不管他的 你看都不會看你 你這個南美洲國家一眼 管你是誰當選的無所謂 那麼背後的這個石油的這個利益呢 當然是一個最大的 這個推動的力量 這是我自己本身的觀點 好了 那麼外界一直在批評 這個馬杜羅這次的連任 是一個不公正的 這個不民主的 那麼當然呢 同時在批評馬杜羅的時候呢 似乎也要扶持一個人 這個人呢當然也就是 馬杜羅的這個對手了 一個反對派 那就是誰呢 瓜伊多 那麼瓜伊多呢 是不是因為呢 想著可能有這個西方扶持的這個力量 在較早之前呢 他是自行宣布 當選代理總統 自行 也就表示說 他這麼自行宣布呢 也就表示說他不承認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結果 也不承認馬杜羅 繼續當這個委內瑞拉的這個總統 那麼自行宣布 這個代理 那麼他這個自行宣布出來呢 馬上得到了誰啊 特朗普的這個支持 那麼現在呢 現在說現在委內瑞拉 現在這個局面呢 還算是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馬杜羅不願意下放這個權力 那麼美國方面呢 也做出了 已經是表態要一些制裁啊 等這個那個的啊 那麼我們還是密切的關注之中啊 所以說呢 安德魯所知道的就是那麼多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喂 早上好 你好 歡迎您 安德魯說 各位 喂 早上好 早上好 是您 請說 請說 二位好 再兩天聽你們廣播說的工黨十年建十萬套房子 不僅現在說 可能好幾屆之前他們就升上十年建十套房子 到現在呢 可能不止到今年能完成幾分之一 我覺得呢 他本來這幾年這麼寒 就是一種畫柄衝擊 就是為了選票 拉攏選票 最近他們聲張 又說呢 你不要看我這幾年 每年幹多少 我十年以後 我保證完成 那就是一個大騙局 你十年以後 你能擋世界嗎 如果他完成 他就說 你沒讓我擋世界 我沒有幹十年啊 你替他想好了 對 你已經幫他想好了 明白的意思 明白的意思 對 十年之後呢 紐山的政局 是誰來掌權 誰知道 對不對 到時候大家還回不回顧 這個十年之前所做的承諾 就好像剛才我們在說這個新聞的時候 大家有誰能夠回憶出 或者想起來 在十年前 海倫克拉克在帶領工黨 依舊在台上的時候 在大選之前 他所做出的一個承諾呢 按照我自己沒想到什麼 沒想到什麼 這確實是沒想到什麼 OK OK 好 我們接著下來 要跟大家來說說另外一則新聞 剛才有一朋友說 說到了就是說 他最近的一些出行的一些經驗 在路上所遇到的一些情況 因為剛才我們在說到這個捕魚方面的 這個新聞呢 暫時的就是 沒跟他繼續進行溝通 因為接著下來 我帶給大家的這一則新聞呢 可能會讓一些朋友 會有一點意外 為什麼呢 在過去我們當我們在說到 紐西蘭的這個交通意外事故 的時候 也常常聽到媒體 尤其是紐西蘭的主流媒體 把這個焦點呢 把這個矛頭的指向 這個海外的遊客 對海外遊客自駕 因為對路況的不熟悉 特別是南島的地貌 又有些不太好走之類的 大家都會認為多發的其實是外國遊客 但是今天的新聞當中 就看到交通運輸部的這個最新的數據顯示 說其實啊 我們新西蘭本土的司機的這個車禍率 要遠遠的高於 到訪了這個國外的這些海外遊客的司機 當然雖然沒有關於這個 新西蘭的道路上 外國司機的一些確切的數字和這個信息 但是他們可以足以表明 就目前看到足以表明 前往新西蘭的遊客發生這個車禍的事故 可能性是比起本地來說要小的 首先呢我們來看看來自於紐西蘭的這個交通部門 他們這個資料是從2013年到2017年的 長達這個4年左右的這個期間 所收集到的一些資料 然後做一個平均數 在這方面他們不是要否認呢 在這個整體的這個交通意外事故 有多少個百分比是屬於海外遊客的 而是要說到一點是說到什麼呢 在他們經過研究之後呢 他們發現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的背後的一些原因 其實海外遊客跟紐西蘭的駕駛者沒有兩樣 沒有兩樣 也就表示說海外的遊客在紐西蘭出現這個交通意外事故 並不是因為比方說他們在國內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駕駛習慣 對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這個道路規則 所以說使到他們在紐西蘭駕駛的時候呢 是特別容易發生這個交通意外事故 不是的 經過這個數據資料的分析之後呢 海外的駕駛人士跟紐西蘭的這個駕駛人士 在出現交通意外事故 可能比方講說 紐西蘭我們都知道呢 就是說可能是分心啊 疲勞駕駛啊 酒精啊 或者是嗑藥 其實海外的一些遊客們 在紐西蘭駕駛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也跟這幾樣 非常的密切的關係 尤其是疲勞以及分心 是 然後這個數據當中還說到一點啊 他們統計的是13年到17年 說大部分的這個 新西蘭來的遊客 都是從奧克蘭來登陸的 然後就發現啊 在奧克蘭發生的這個事故當中啊 涉及到外國這個遊客 所駕駛車的這樣的一些事故 只有3% 而如果放到全國範圍之內呢 外國遊客所佔的比例是低於4%的 也都只是全部當中的很小一部分 是 所以說呢當然我們知道啊 這個基數本身就有所不一樣 對 遊客也不少啊 一年來紐西蘭的遊客都相當的多 400多萬 對這個人次啊 相當的多 而且遊客呢包括了 其實包括了相當一部分是澳洲啊 或者是一些英語系的一些國家 當然來自於國內的 咱們中國的 或者是東南亞的遊客 也相當的多 而且現在自駕遊的也相當的普遍 可是這個新聞最重要是告訴大家 海外的遊客來這紐西蘭駕駛 並沒有額外的 為我們的道路安全增加了風險 沒有 他們的駕駛的行為 跟紐西蘭的駕駛者的行為 基本上還是一致的 所以說不用特別的區分 海外遊客跟紐西蘭駕駛者 因為其實在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時候 造勢的原因沒什麼兩樣 所以警方說他們未來會繼續關注的 依舊是在路上開車的四種行為 包括有超速還有駕車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就是獨駕 酒駕還有疲勞駕駛分心以及不計安全帶 那這樣的一些關注的點 對於海外的遊客駕駛和我們 新西蘭本地的司機駕駛其實都是同樣的 是 那麼在這方面當然 你說完全一樣呢 我也不見得 畢竟海外的遊客 來到這邊 在沒有經過 比較長期的習慣 短暫的可能今天到達 明天就開始上路了 那麼在這方面呢 精神方面的疲憊 會比一般的疲憊來更加的嚴重 對 而且呢畢竟呢 就是說在原居地 可能駕駛的這個方向 或者是這個路歸的不一樣 一下子呢還是不能夠適應起來 所以說呢 你說完全沒有增加額外的風險呢 我也不相信 雖然說這個紐山的交通部門 是這麼說 post no extra 他說 no extra threat 可是我覺得呢 一點點的這個風險增加呢 還是有關聯的 是 還是有關聯的 好了那麼說著說著呢 在這裡跟大家說了 這個有關這方面的新聞 也不用太過的擔憂了 這個就只不過是一個 資料方面的一個收集 好 因為時間已經是來到 早上的這個 9點58分了 那麼我們看看這邊 手機尾號1718的朋友 他怎麼說 他說一年修建 47套住宅 按照這樣的進度 KiwiBuild的目標 10年 10萬套住宅是需要 2000多年才能夠完工的 是否是真的 那 話並不能夠完全這麼說 對對對 因為萬事呢 可能起頭都會比較的難 在最初 尤其是在這個KiwiBuild 這個計畫落實的第一年 速度呢肯定會比較的慢 比方講說 在政府在篩選這個KiwiBuild的這個建造商的時候 在制定合約 對 在談條件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啊 之前沒有試過 所以說呢 難免會有這個摸索的這個階段 地方市議會 對 地方政府在批准這些KiwiBuild的 Consent的時候 因為事先 以前啊 也沒試過 所以說呢 可能也需要更長的一些時間來審批 那麼如果隨著大家都習慣了 而且過往已經有這些例子來參照之後呢 未來呢可能這個速度會加快 可是有多快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十年十萬套呢 我心中還是存在一個非常大的質疑 我依舊 儘管 Jacinda Ardern 相信 十年十萬套 我是覺得現在既然住房部長和這個總理已經把這個短期目標去掉了 他們也知道這個實現當中是有困難的 所以未來進行了重新的校準之後 是不是就能抓住問題的這個關鍵點了 希望如此 那這個希望是這樣 總理Jacinda Ardern堅持十年十萬套 安德魯我堅持十年三萬套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三萬套也不錯了 如果能夠做得到三萬套 這個也不是空穴來風的 一個根據我們目前這個第一年的就是百分之三十 我們拭目以待吧 好的 那麼時間已經來到接近十點鐘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收聽以及參與 安德魯祝大家一個非常愉快的一天 明天早上再見 待會兒你們說的什麼寵物 今天講講寵物 然後講講新西蘭的這個保護的動物 黃岩企鵝和小蘭企鵝 太好了 太棒了 希望大家能夠守著收聽鬥容 接著下來跟大家分享寵物方面的一些經驗 好 拜拜 一會兒 好的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以及收音機前的聽友們 大家好 歡迎您繼續回到我們的我愛紐西蘭 今天是每個週四由Petstop所特約的寵物環節 那在今天節目的一開始我們還是先來關注一下Petstop有些什麼樣的活動要介紹給我們 還有一些他們所關注的一些最近熱銷的東西 簡單的說一下吧 那麼他們昨天提供給我的信息呢就是告訴我們 現在這個夏天用的涼墊呢是特別受歡迎的 我記得在去年Boxing Day的時候就給大家專門介紹過這樣的一個有加熱墊有涼墊啊 那麼現在這個季節和氣溫狀況之下呢這個涼墊賣的特別好很受歡迎 也是介紹給大家可以來給自己的寵物買一個這樣的涼墊在家裡面 那麼放在您家的這個狗窩貓窩或者隨便他們經常待的那個地方 因為據說呢小寵物他們本身就是不會出汗的 所以對於降溫來說他們就很難做到 而如果像在這樣的天氣裡面家裡有一個涼墊的話 他們會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的質地呢有一些是那種遮離狀的gel的 還有一些呢是可以灌水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稍微的去量一下降降溫 但如果是本身是有水或者是有這種gel的話 應該它還是蠻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看這個貓和狗現在生活多好 如果您家裡有這樣的小動物需要的話呢 不妨也可以去考慮一下到這個Petstop去來買這樣的一個 您能夠用得上的一個產品 當然我們來看看Petstop的一些這個店的地址 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的那除了這樣的幾款涼墊之外呢 最近Petstop裡有非常多可愛的這個貓貓和狗狗 我們來看一下啊老闆娘給我提供了很多的這個照片 我們和大家來認識一下 基本上呢總結的來說呢就是所有的貓都是布偶貓 因為布偶貓本身就是釣毛比較少 而且是比較可愛的聽話的 而且是很好養的一種寵物 這是現在店裡有的一些布偶貓的一些形象 我們也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那除了布偶貓之外呢還有很多的這個寵物狗狗 像是有這個泰迪大家熟悉的這個貴賓 還有這個這個應該是法鬥 對法國鬥牛犬還有這個八哥 有這樣的幾種不同的寵物狗狗可以供大家選擇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店裡去看一下 好了以上我們看到的就是今天和大家推薦到的 來自於Petstop最新的一些寵物的情況 那麼說完這個之後呢我們要和大家說 今天的這樣的一條跟新聞有關的一個話題 我們要講到的暫時呢不是寵物 而是新西蘭的這樣的一個 瀕臨滅絕在保護當中的一種生物 它的名字呢叫做小藍企鵝 其實在新西蘭生活的不單單有特別的小藍企鵝 還有黃岩企鵝這兩種都是兵力滅絕 而且是只生活在澳洲的西南部 以及這個新西蘭的部分地方的 那麼大家對於這兩種企鵝了解的有多少呢 今天不妨您來做一個全面的了解 首先和大家說到了為什麼想起來說這個話題呢 因為這兩天啊我看到了很多 與藍企鵝有關的新聞 本身小藍企鵝在新西蘭就是受保護的動物 但是最近啊就發現他們成為偷獵者的目標了 1月份到3月份呢是小藍企鵝的這個幻毛期 通常呢他們會呆在洞穴裡面去自保的 那麼據環保部門發布的這個消息說呢 在Nipier地區有一個叫Perfume Point的這個洞穴 裡面就生活著兩隻小藍企鵝 但是他們最近啊環保部門的執法人員 就在一次的這個檢查 在當地的這個巡邏當中啊 就發現洞穴當中的小藍企鵝被抓走了 很擔心呢是不是有人在這個霍克斯灣的附近 企圖走私企鵝 走私企鵝的目的是什麼 經濟利益的驱使嗎 我不知道因為這個小藍企鵝現在的這個數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他們本身就很脆弱的啊 這次的這樣的一個偷利者的行動呢是發生在1月24號 當天晚上的10點多左右 當地的這個執法的人員就看到說 有一個女子呢拿著手電和另外兩個男性呢 拿著鞘棍去捉三隻企鵝了 捉企鵝拿鞘棍幹嘛 因為這個企鵝的洞穴上面很多都是有這個石頭的 都是半掩蓋的 那麼他們就可以企鵝很小嘛 就直接鑽進去了 那為了把他們拿出來呢 這幾個人就拿著鞘棍去 打算把這個企鵝抓捕了 結果抓捕的過程當中呢 不小心還把一隻給弄死了 那麼剩下兩隻被他們抓到了企鵝 直接就裹在毛巾裡面被拍到是帶走了 開的是一輛 據當時的人看到白色的四門小轎車 所以他們很擔心這不是一個說是這樣的一個 單一的一次性的事件 是不是受保護的這個小蘭企鵝 已經在那片地區成為偷獵者的這個目標了 或者說他們之前是不是就已經做過這樣的事情了 結果到了第二天啊 當地居住的居民就發現 在海水上面有漂浮到岸上的這個企鵝的屍體 那頭部還有這個受傷 受傷之後死亡的 不知道說這些人會把這個企鵝帶到哪去 那麼查看了周圍的這個監控鏡頭之後 就發現了剛才我們所說到的 有人拿著翹棍去翹這個企鵝洞穴的這樣的一些情況 所以他們也提醒當地的民眾 如果看到的話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一些信息 那環保部門呢他們也是說 希望能夠跟政府的機構來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因為一到三月我們剛才說了 是小企鵝本身的一個患毛期 他們本身就比較脆弱的時期 更需要我們人類的這個保護 通常他們一般都會待在洞穴裡面自保 而且我們知道企鵝本來就是夜間活動的動物 然後偷獵的行為呢發生在夜間就更進一步表明 說這些人其實非常了解這一類的企鵝 知道什麼樣的狀況之下是比較好抓捕他們的 那目前呢這種藍色的小企鵝是受保護的野生動物 如果違反了禁令去抓捕他們的話 其實是觸犯到我們的法律的 那麼最高的有可能會有兩年的監禁和高達10萬紐幣的一個罰款的 這是最近發生的一個新聞也是給大家提個醒 如果在這個東海岸的沿岸看見了類似的這個企鵝出現了這樣的一些 比如說被衝到沙灘上死亡的情況的話 應該盡快的和環保部門的人士取得聯繫 那其實除了小藍企鵝之外呢 黃野企鵝也是在新西蘭受到保護的動物 而他們的數量現在也是非常稀少了 這兩種企鵝有什麼樣的特點 我們在廣告之後再和您來說一說 特別是小藍企鵝它還是我們這個5塊錢的紐幣紙幣上的這樣的一個形象 到底有什麼樣呢我們一會兒再和您聊 您的寵物寶寶 您的愛寵我們的寶貝 用心呵護相伴一生 旨在PETSTOP 資訊電話095799-086 095799-086 好的歡迎大家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這裡是每個週四由PETSTOP所特約播出的我愛紐西蘭 最後一個環節我們的寵物環節 那麼在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寵物的最新的信息之後呢 和大家說兩種新西蘭的保護的這樣的一些生物的種類 在新西蘭呢有很多非常獨特的生物 我們這裡的生物其實是蠻具有多樣性的 其中有兩種這個企鵝的類別 因為本身就是比較靠近南極嘛 所以這個企鵝的品種應該說還是蠻多的 我自己在海洋館裡見過那種很大的那個叫 是不是叫什麼帝王企鵝之類的 看起來還蠻兇的 但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這兩種呢 其實還蠻少見的 除非你到這個澳大利亞的這個菲利普島 或者是新西蘭南島的一些指定的保護區能看到之外 通常如果看到的話都是野生的 而數量呢會是非常稀少的 因為據說黃岩企鵝現在只剩下不到2000隻了 這個估計的數字 那麼這兩種企鵝有什麼樣的特點 它們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在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一下 我們首先看到的剛才已經和您介紹到了 就是小藍企鵝 它不是因為長的 它不是因為說它小的時候叫小藍企鵝 大的就叫藍企鵝 並不是它真的名字就叫小藍企鵝 最大的特點呢它是所有的企鵝家族當中 體型最小的一個物種 而它的顏色呢身上不是黑色的 是藍色的羽毛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是小藍企鵝 主要出現在南澳還有新西蘭的海岸 它有多小呢 長成這個成年以後的身高也只有43公分 你想想就很小啊 大概不到一米不到半米的這個高度 43公分 而且體重也是很輕的 只有一千克 一千克就是一公斤啊 所以你想想它有多瘦小啊 那麼雄性的體型呢會比雌性呢稍微略大一點點 然後羽毛沒什麼區別 就是你看它的頭部呢和背部是成那種電藍色的 然後耳部呢是有點青灰色能看出來嗎 耳部是有點青灰色的 然後腹部呢就是白色這樣的一個樣子 嗯跟大部分的海鳥一樣 小藍企鵝的壽命還就是正常來說呢 壽命還是蠻長的 作為全球最小的一個企鵝品種 它們最長的壽命曾經被發現可以達24年 但是現在呢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吧 被捕獵者作為這樣的一個目標 還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被其他的這個大型的魚類 好像是那種海獅之類的 會吃這樣的企鵝 因為在海獅的肚子裡 解剖出來看有這個小藍企鵝的肉 所以被野蠻的抓捕呀 或者被其他海洋當中的生物所吃掉之後呢 它的數量現在是蠻少的 它自己是屬於海裡的這種小型的一個水生洞 能潛很深 說是能潛到海底大概30米的地方 然後平時是吃魷魚和更小的一些魚類 我是在墨爾本的那個Philip Island 曾經看到過這個小藍企鵝龜巢 因為它只有晚間的時候 才會從這個海岸線上面這樣一點一點的回來 然後回到自己的窩裡面 有足夠的燈光讓遊客可以觀察到 他們是那種群體的族群類的生活 互動的情況 通常都是上了岸之後先不走 然後要等等等 等到大家一起騎了之後 再來回自己的窩 而且他們那個窩就是佈置在海邊的 那些一個一個洞裡面 你都不知道它是怎麼分布的 他們就會到自己的那個洞裡面去 如果遊客很安靜的看 然後不要出聲不要拍照的話 基本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小藍企鵝 離自己大概只有一兩米的地方 安靜的這個龜巢的這樣的一個景象 除了在這個Philip Island之外 我們新西蘭南島也有這樣的一個小藍企鵝的保護中心 也是觀看小藍企鵝的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圖呢是我專門找到的 去年4月份的時候有一次在東海岸的部分的海岸線上 就看到小藍企鵝這個屍體就浮到被海水沖上岸了 後來專家說這個不是人為造成 很有可能是因為氣候暖化 然後讓小藍企鵝沒有沒有辦法去找食物 然後沒有辦法去抵抗天氣所造成的 非常遺憾的啊 這是被當地的民眾拍到的照片 好除了小藍企鵝之外呢 我們剛才說另外一個在新西蘭非常受保護的 這個企鵝的種類叫什麼 叫黃眼企鵝 這個呀它是屬於原住新西蘭的企鵝 這真的是原住民啊 跟以往會認為小藍企鵝和它是近親 但是後來這個研究發現呢 它更為接近一個叫做冠企鵝鼠 跟那個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那麼黃眼企鵝呢也是以吃魚為主食 它的體型 當然拍的照片我們看不出來沒有比較啊 但是黃眼企鵝的體型呢 要比這個小藍企鵝大 大不少呢 平均身高大概是在七八十厘米的樣子 快一米了 站起來之後 那麼體重也重得多 你看就很結實了啊 大概有六公斤左右 那為什麼叫黃眼企鵝呢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身體和毛髮是黑色的 但是呢它的眼睛外圈 有一個黃色的一條袋 就像是蒙了一個黃色的絲帶在眼睛上一樣 一直連接到頭的後部 而且它的瞳孔呢 是灰黑色的 哎 這個是它最大的特點 我們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嗎 眼睛一直到後腦勺的地方是黃色的 這一點非常不一樣 所以它叫黃眼企鵝 然後黃眼企鵝也是挺長瘦的 基本上呢這個雄性的比雌性的還長瘦 都能長到二十多歲的樣子 雌鳥 雌的這個黃眼企鵝 大概它的年齡只有一半 就是十一二歲的這個樣子 那黃眼企鵝它是這個新西蘭所獨有的 跟我們的藍色香菇一樣 它也是我們的這個紙幣上的一個特殊的標誌 你看我在紙幣上見過這個KV鳥 見過這個藍色的香菇 然後還有見過這個就是黃眼企鵝 你看看它多有代表性了 如果想看的話 在新西蘭南島 奧塔哥半島的這個群落當中 都算得上是著名的旅遊景點 都可以近距離的觀賞到 這是目前世界上非常稀少的 一種企鵝的種類了 通常呢他們都會離岸十幾公里 十公里到十三公里的地方去覓食 而且是清早的時候就離開自己的巢穴 通常不僅僅是一天 又有兩到三天的時間都在海裡面覓食 然後據說是這個小的黃眼企鵝的媽媽 會在晚上當天晚上可能就會回到巢裡 然後如果是這個雄性的黃眼企鵝的話 通常會出去兩三天才會回來 那他們會吃水裡面的各種一些小的魚類 90%的小魚類都可以作為他們的飲食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攝影師 就是專門拍到了黃眼企鵝的側面的特寫 是不是很特別的一種這樣的一個企鵝的種類呢 大家看這個就是群居的 它也跟這個小藍企鵝一樣 都是群居的這樣的一個企鵝的品種 所以通常我們看到都是在一起出現的 好 以上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新西蘭的兩種 特別的這樣的一個生物的種類 黃眼企鵝 除了我們說到的這個藍眼企鵝以外呢 無獨有偶啊 最近關於小黃企鵝 黃眼企鵝呢也有一條新聞 說到在南島一個繁育黃眼企鵝的基地呢 最近他們的志願者管理的人就發現 那個巢穴當中有小的幼咋餓死了 還有另外一個失蹤了 你看都非常的稀少 都是以個來來統計的 這個數量實在是太少了 跟我們的牛羊是不能比的 所以一個的失蹤一個的這個餓死 都會引起這個相關的志願工作者的關注 後來他們說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的呢 說可能不是說自然原因 密食啊或者身體方面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到這來的遊客 侵入到了他們的棲息地 因為據說黃眼企鵝在這都住了 大概有20年的時間了 現在數量急劇的下降 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為 遊客來了之後他們為了獲得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 夢幻一般的照片 所以採用的是近距離的 這樣的一個照相 那麼近距離的照相呢 有可能呢有個別的人 又會對企鵝不友好 當然大部分是友好的 那有可能是個別的人不友好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呢 使得企鵝就受到了這個恐嚇 或者說是恐嚇的那種感覺 因為本身說企鵝就是一種 非常膽小的動物 那麼如果有人在很靠近的情況下 又出生或者是拍照的話 對於他們的生活其實是有一個 很大的干擾的 如果他們覺得這個地方 期需地不好的話 有可能就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去 而在這個搬遷的過程當中呢 很有可能對於生命 就會是一定的這個威脅了 好了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結束了 我們和大家分享到的是 新西蘭特殊的兩個生物 小蘭企鵝和黃岩企鵝 如果以後有機會看到牠們的話 希望大家第一保持距離 第二就是遠距離地去欣賞牠們 不要太多地去互動 這點非常重要 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我們再會